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 其实美国的经济 现在是朝向企业 交出了六年来最好的成绩单 也就是从2009年之后最好的成绩单 而另外 欧洲的经济也在复苏当中 现在大家面对的都是政治上头的风险 美国的政治风险是川普 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变成一个正常的总统 所谓正常不是只说 他要按照以前传统的做法 就是他还有多少风暴没有烧完 从他上台以来到现在才100多天 可是看起来他的权力已经摇摇欲坠 关于他会不会被弹劾的事情 在华府被广泛的讨论 这是很罕见的一个状况 而其中最重伤他的 就是到底在竞选期间 他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什么 本周最新的发展 是调查的对象已经直指他的女婿 在上个礼拜我们曾经告诉大家 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消息 说白宫的高层在下一个 还以为白宫高层将被调查 他在竞选期间直接的和俄罗斯方面 而且是美国列明要制裁的 俄罗斯的一些公司的负责人直接的见面 那么这个礼拜消息曝光 WASHINGTON POST的报道 这个人就是川普的女婿KUSHNER 白宫主人不在家 通饿一云 不检反增 就在川普抵达首趟海外出访最终站 意大利西西里岛 参与上任后首次G7峰会之际 华府又烧起更大风暴 卷入美国第一驸马 5月26号华邮金报 在去年12月一场密会中 川普女婿KUSHNER 以后任美国总统顾问之姿 当面向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雅克 大胆建议 美国新政府与莫斯科之间 应该建立一条秘密的联络管道 尤其地点可选在俄罗斯 在美国境内的外交设施内 以保护双方在就职前所有交流 不被监听 基斯雅克虽吓了一跳 还是向莫斯科报告了这项提议 但认为这可能为双方带来安全隐患 这个最新的评论 其实就是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有的答案 最新的评论 就曝光了這位現任白宮高級顧問的川普 崇勢正在接受FBI調查 目的是要釐清去年底 他與俄羅斯政商人物的一連串見面 究竟有何內琴 尤其是與普丁關係肥淺的俄羅斯國有銀行董事長 Jarad Kushner met with this Russian bank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Sergei Gorkov is the chairman of VEB Bank and has deep ties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 Gorkov was appointed to do his job b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華有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FBI想釐清庫許納與這些致命惡商的往來程度和性質為和 由於庫許納主導美國對家 對末 對中 對惡等國外交及中東和平政策 不僅是川普最信賴的親信 也是這場白宮通俄門中被視為關鍵要角的唯一現任白宮官員 但華有也強調FBI只是把庫許納視為調查對象 不表示他一定涉案或有任何不法行事 轉入風暴的庫許納透過律師對外表示將配合一切調查 白宮通俄門血球越滾越大 越來越多共和黨大佬難掩失望 美國媒體擠壓高時的爆料 讓他們只想盡快釐清真相 畢竟白宮繼續傳出戲劇性事件 國會就難以推動議程 5月23號的參議院聽證會上 共和黨籍議員就以滑油的報導 質問現任國家情報局總監科辭 總統是否曾要求他與國安局長 公開否認川普競選團隊 在2016年選舉中與俄羅斯政府有所勾結 我一直以為我認為 既然在我的位置和我們分享的資訊 並不適合我公開的評論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以及在其他問題上 我並不適合我 跟總統和談論 可此沒否認也沒承認 而同一天也列席的前CIA A局長布瑞南則說自己去年 就已知曉川普團隊 曾與俄羅斯官員有可疑接觸 但他也說這未必就是叛國通惡 只能說俄羅斯是試圖影響總統大選 我知道俄羅斯嘗試做 他們嘗試拒絕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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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美國人 嘗試拒絕對人 嘗試拒絕對不絕對 經常有些人 通常有些人 甚至不認識他們 俄羅斯是否與川普陣營共謀 依舊是一團迷霧 但重要主角之一卻出現起人疑鬥的動作 與俄羅斯關係匪淺 已去職的前白宮國安顧問佛林 對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要求他就涉及通惡案出面說明 竟原以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 自稱這賦予免於自證其罪的法律保固 被傳喚時將行使揭默權 拒絕回答 讓全美輿論化然 嘲弄佛林的做法是此地無影三百兩 而回到這一次被認為是轉移交點的外交之行 川普在中東的訪問 這一次他是從中東 後來到了梵蒂岡 之後到了布魯塞爾歐盟的總部 最後交點是放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島 所舉行的G7峰會 後面大概都是每個地方 停留個一小段時間 30個小時 然後講幾句話 拍很多照 然後就走了 唯一前面花比較多時間的是在中東 而且在中東 他宣布了一些重大的政策 這些政策 不管他是否為了轉移 國內通惡門的交點 都會對美國跟全世界 尤其是對中東當地的 國際秩序地緣政治 有很大的影響 5月20號 空軍一號在漫天黃沙中 搭載佔別華府 遠離國內政治風暴的美國總統 降落沙烏地阿拉伯 上任後首趟遠行 川普選擇中東 創下美國總統先例 一下機便是黃氏級流率 沙國戰鬥機呼嘯而過 撒下五彩噴煙 81歲國王沙勒曼 和沙國高官們 在鋪好的紅毯上 親自移接 車隊實離機場時 川普和沙勒曼 肩並肩的大型看板 駕入通往市區的高速公路 不少觀察家認為 川普在通惡門持續發酵 國會出現彈劾聲浪 總統支持率再創新低之際出訪 多少有助轉移國內焦點 至於沙烏地阿拉伯 當然樂見川普來訪 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學者說 因為嚴厲批評速定伊朗的 美國總統 絕對好過促成伊核協議的歐巴馬 因此沙烏地阿拉伯 在川普造訪首日 就願意簽下3800億美元的 貿易協定自然不足為奇 且當中還包括了一張兩國歷來 金額最高的千億美元軍購大單 說白了 這是美煞之間 為牽制伊朗的互惠互比 這張極刻生效的1100億美金軍售大單 預計在10年內交貨完成 據傳美國將出售 薩德和愛國者兩大反導系統 四艘多用途戰艦 及150架諾克希德馬丁製造的黑鷹直升機 美國表面上的說辭 是希望提升殺國反恐能力 以減少美軍負擔 但英國獨立報援引白宮匿名消息指出 川普政府其實有意藉此 打造一個能牽制伊朗的軍事同盟 但這樣的算盤當然不會說出口 這將會成為美國的工資 成為這些直接投資 美國的工資 美國的工具 美國的技術 美國的技術 也會投資到蘇利亞國的國國 川普只花了一天 就達成歐巴馬八年賣給殺國的軍購 總量好心情不在話下 當日王室晚宴上 他入境隨俗地拎起寶劍 跳了場中東劍舞 陪同出訪的商務部長羅斯 和外長提勒森 也跟著牛刀小事一番 訪殺第二日 沙國邀請50多個 穆斯林國家元首 在利亞德齊聚一堂 川普作為峰會演講嘉賓 顯然想藉由這個場合 與伊斯蘭世界重建良好關係 他說 與極端主義的抗爭 並不是不同信仰或不同文明間的抗爭 而是一場善與惡之間的較量 美國是準備好 與您的抗爭 美國 cannot make for you a better future is only possible if your nations drive out the terrorists and drive out the extremists drive them out drive them out of your places of worship drive them out of your communities drive them out of your holy land and drive them out of this earth 这番呼吁伊斯兰国家带头打击极端主义的慷慨陈词 让人差点忘了他是内阁曾在竞选期间多次发表反穆斯林言论 一上任更签署进幕令引发全球哗然的美国总统 接着川普把矛头指向伊朗 For decades Iran has fueled the fires of sectarian conflict and terror It is a government that speaks openly of mass murder vowing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death to America and ruin for many leaders and nations in this very room Among Iran's most tragic and destabilizing interventions You've seen it in Syria 川普此趟沙国行 显然利用中东对伊朗的恐惧与不信任 把伊朗打造成共同的敌人 而伊朗成为川普 几乎是到了宣战的目标 把它列为一个 回到当时小布希所谓的邪恶轴型国 但是小布希在谈伊朗的时候 伊朗的总统并不是温和派 伊朗刚刚选出温和派的领导者 美国的外交期刊Foreign Policy说 这为刚刚选出的温和派领导者的伊朗的鲁哈尼 事实上他本身希望代表的是一个可以融入这个伊斯兰世界 而不是像过去大家所说的 侯美尼时代的伊朗 所以他们认为中东最危险的极端分子 根本不是这个国家 所以川普的言论是非常严重的 彭博社说川普利用中东地区 对伊朗的恐惧和不信任 把伊朗打成和ISIS一样共同的敌人 推动他的中东政策 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犯了大错 而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回应这件事情说 如果要中东安定 不可能没有伊朗 川普访问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场谈话 不过是没有价值的政治秀 这是一个在国际政治上很耐人寻味的巧合 川普上任后的首次外交出访 舍尽求远的选择了中东 且时间点就在他心目中死对头伊朗 国内正在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 当高达4500万伊朗选民透过民主方式 让温和开放的鲁哈尼 以57%过半得票率 击败强硬派教士莱西连任成功 清楚表达急于突破制裁 拥抱世界的立场 川普却拉高分贝 现在杀国呼吁国际孤立伊朗 接着又在转往以色列时说 我们永远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必须停止让伊朗对恐怖分子 提供致命的资金训练和装备 我认为我认为一个讨厌的讨厌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己对眼前正在上演的 这场外交秀充满鄙视 同时嘲讽 美国数十年来的中东政策 从攻打阿富汗伊拉克 到制裁伊朗 根本是一路错到底 美国数十年来的 刚取得连任的鲁哈尼显然知道 川普上任后的美伊关系 必然目不经心 首访中东就把孤立伊朗 列为两大目标之一 且不同于前任总统欧巴马 川普丝毫不避讳 和伊朗全面对抗 他借出访首度对中东提出的新框架 反恐所仰赖的 正是沙乌迪阿拉伯为首 一个全新的阿拉伯版北约 这在2015年 欧巴马执政时也曾提出 当时希望的 是由埃及、约旦、摩洛哥、沙国 和苏丹等国 共同出兵约4万人组成部队 但碍于区域内的紧张局势 及中东当地长达数百年的争端 未能成功 如今川普再提 一方面是希望向区域内国家 转移更多安全责任 背后更大的目的 则是透过军火购买 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 日经新闻曾指 政治素人川普 似乎在政治经济外交上 全面走一条 上世纪80年代 雷根总统的老路 雷根倡议减税 并大力发展军备 拖垮前苏联 最终率领西方 以和平方式赢得冷战 如今的川普 也大善国务院预算 拒绝向中东增并 但权力加强军事力量 他把目标放在中东 却公开说伊朗是 中东动荡的最大来源 似乎是意图重塑 传统教派 实业和逊尼 新一轮的二轮对峙局面 根据纽识报道 沙乌迪阿拉伯 向来自诩为逊尼派 伊斯兰宗主国 伊朗则自认是实业派老大哥 两者在穆斯林世界 竞争宗教领导权和政治影响力 已有数十年历史 且经常爆发所谓代理人战争 而美国与伊朗之间 虽然从1979年 德黑兰大使馆人质危机 之后2003年又爆发伊朗核武问题 但美伊两国并非如川普所言 那般二元对立 欧巴马时代选择与伊朗签署核子协议 就迁怒多数迅尼派传统摸弯盟友 如今川普此行 亦在修补关系 但过往 针对穆斯林的过激言论 及上任后推出的入境限制令 无疑也替他在中东 寻求团结制造了障碍 面对这场地缘政治 与东派主义之争 川普唯一能做的 似乎只有军手 一个持续动荡的中东 才能为他带来最大利益 川普这一次几乎在每个地方 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访问 在沙奥地阿拉伯待了两天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他在沙奥地阿拉伯 等于是向伊朗的上台的 温和派总统卢哈尼也叫正 话句话说 即使伊朗是温和派 美国都仍然把伊朗 当成是敌人 飞到了以色列之后 他认为这是为了支持以色列 他绝不可以让伊朗 有一天可以拥有核子武器 这等于是完全推翻了前朝 欧巴马所制定的中东政策 欧巴马所制定的中东政策是 如果伊朗愿意接受 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检查 那么伊朗的核能 用在和平用途 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伊朗最后签下了这一项协议 那么这项协议在这个时刻 非常敏感的国际政治里头非常重要 因为伊朗等于是一个例子 而这个例子跟这个模式正是中国希望 搬到解决朝鲜的方案 而伊朗照着做了 如果伊朗照着做 美国也因此也签了这个国际的重要的协议 也成为美国现在重大的外交在中东的政策 结果现在川普上台把他推翻掉了 不只是说他是不是尊重前朝的问题 就是你更难说服朝鲜 这个是这一次川普访问中东 非常大的第一项危险 第二项的危险是他直接的在中东这个地区里头 他特别对于以色列几乎是没有条件的支持 因为以巴问题正是很多激进的伊斯兰分子 他们认为美国跟西方太倾向支持以色列 而在这个部分 他们看到了同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痛苦 那么因此他们要进行恐怖攻击 这是属于他们的转型正义的战争 因此大家觉得解决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土地的掠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把穆斯林世界跟其他的西方世界的冲突 能够降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钥匙 但是川普这个政策他也把它推翻掉了 这一次他到以色列去 他没有再提囤肯去的事情 他也没有再提要求以色列撤出这些地区 而且他还来到了苦墙 当美国空军预号专机 自沙鲁地阿拉伯支飞抵达以色列时 无方交的两方 从未承认过以色列的沙鲁地阿拉伯 却因为川普创下了史上第一次的沙鲁指飞机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 若有谁希望川普的变化无常 可能会带来中东和平曙光吗 别弄错了 因为川普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十字星明 因为川普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 短暂停留的36小时之行 处处可见一个现象 以及美方其实正在逐渐修正 往传统美国外交政策靠拢中 5月22号 川普头戴犹太人祷告时用的原顶小帽 造访枯墙 一贯里将一张给上迭的纸条 塞进枯墙墙缝 创下了首位美国在任总统访问枯墙的记录 但白宫强调这是川普的私人行程 不让以色列政府人员陪同访枯墙 强调让犹太教拉比陪同比较俯传统 因为枯墙位在耶路撒冷的旧城 耶路撒冷向来是以巴赫坦 最敏感难解的议题之一 过去美国在任总统都避免访问枯墙 就是为了避免被解读为 美国承认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 白宫此信拒绝表示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凸显出一个事实 竟选前 川普说要美国大使馆 搬到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举动 正逐渐被华府修正中 另外原定于有以色列新任 极右派国防部长李博曼 宴请川普一行的安排 也没有原因的临时被取消 而川普访问犹太大屠杀 纪念馆的安排 原本认为是象征性意义 极大的活动 却硬生生解回 只有15分钟 最后川普在会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虎时 意外有了擦枪走火之举 后一会认为以色列总理 西班军联系 宴正在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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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一口 而乃一口 不就会 拖着他 一口 宴正在认为 纽约时报报导 以色列方计时不愿再提起 川普之前接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 将以色列情报泄露给俄罗斯一事 以免以色列情报人员落入ISIS多手 但川普却无故以色列考量会自己辩护 As White House aides rush to clear the room The President raises his hands to quiet the commotion Clearly wanting to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With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U.S. allies Akifa Just so you understand I never mention the word or the name is Israel 这个语动让纳特亚胡脸上的尴尬显露无疑 这使得各方观察家分分之一 美国和以色列真是同路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平等机构穆迪 也是全世界三大平等信用机构之一 在本周宣布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1 因为他预计未来的债务攀升 会为中国的经济带来风险 他认为中国的债务现在持续的堆叠 这是穆迪下调的原因 这是穆迪自1989年 换句话是从那个时刻 天安门事件到现在 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26年来首次调降中国的主权债信的平等 对穆迪的评价中国很恼火 这说明中国很在意 为什么 因为这会影响到未来的外资 是否愿意进到中国 而穆迪刚才我特别提到 他说他并没有恶意 但是他也警告 如果中国结构性的改革 不足以阻止债务上升的话 他的信用平等可能还会再遭到调降 国际信用平等机构 穆迪在5月24日 将中国大陆主权平等调降一级 The downgrade is premised on what we think is really weighing on China's credit metrics over the medium term from a combination of slower potential growth of policy targets, growth targets that are still higher than that potential and so the economy is dependent on policy stimulus and with that comes higher leverage in the economy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in particular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ublic sector in general and that lead us to think that combination of slower growth and higher debt poses some contingent liability risk for the government 尽管该机构表示 这是自1989年后 首度下修中国大陆的信贷平级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举动并未引起市场太多波动 It's not an enormous surprise just simply because the talks of Chinese debt and concerns about the size of Chinese debt has been going on for the last few years they seem to be very reliant on these high levels of growth which is slowing and given the amount of debt not just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ings lik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eople were always concerned that if they didn't reform this size of the economy and adjust then it could run into problems further down the road the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credit agency is clearly alluding to 穆迪将中国大陆 长期本国货币和外币 发行人评级 从AA3调降至A1 并在声明中表示 这项决定主要考量到 往后几年 中国大陆债务攀升 和经济成长放缓 将削弱整体的财政实力 导致风险增加 穆迪还估计 中国大陆债务占GDP的比重 将在2018年达到40% 在2020年达到45% 但是基于经济均衡发展 仍将展望从负极改成稳定 我认为是会很难的 几年为中国 它们的证明提到 之前 他们的证明提到 想要移动 从货币和货币和货币 和货币和货币 和更加盛项 和看起来 更加盛项 但我们的过程 过来 最后一段时间 它就会在20压力 中国大陆各项经济数据 在第一季表现稳健 官方认为 穆迪过度夸大了风险 也轻忽了政府 从事整体改革的力道 穆迪公布平等之后的 股会式表现 并未出现太大的震荡 上证指数 当天早盘一度小跌 但是接近中午 就收复了湿土 境外人民币兑换美元开盘 同样只出现 短暂微跌的局面 另一方面 穆迪也同步调降了 香港的评级 理由是两地的经济 金融和政治具有高度关联 中国大陆的信用状况转弱 意味着香港的借贷成本 也会跟着升高 香港政府同样 驳斥了这项看法 在目的之后 接下来还会有 其他的机构 陆续公布信评 观察口径是否一致 值得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病毒的这件事情 而告一个段落 而德国的明镜周刊 在本周所出的杂志里头的封面故事 叫 我电脑里的敌人 他的看法是想哭 他所呈现出来的问题 没有结束 只是下一个城市 不叫wanna cry 不叫想哭 可能叫别的名称 他觉得新的网路骇客的攻击 这种病毒的攻击 将来会随之而来 全球数位的失控 并非不可能 现在已经有人预告 一个新的病毒 叫eternal rocks 电脑跳出了黑色围底的红字画面 随后 红白框里的30种各国文字 告诉中毒用户 电脑内的文字图片能档案 已经被强制封锁并加密 除非用户三天内 以比特币支付300美元 否则 所有重要档案将遭删除 此时 还有一个不断倒数的计时器 警告你还有多久 档案将遭删除 从5月12号开始 名为想哭的勒索病毒 蔓延全球承载 The latest count is over 200,000 victims in at least 150 countries 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n't seen before The global reach is unprecedented The effects of the global cyber attack became apparent this morning as business resumed after the weekend Hitachi announced that parts of its computer system were not working properly It said that emails were slow Go-in files could not be opened You can't d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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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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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油 紧急中断 所有加油站 网络端口后 连夜处置 从12号上周五连续四天下来 华尔街日报统计 全球至少150个国家 超过20万台电脑系统受害 俄罗斯受灾最深 受灾单位超过24000台 从俄罗斯内政部 中央银行到铁路公司都沦陷 中国大陆成第二重灾区 东欧的乌克兰和台湾 分数第三和第四 受害电脑都超过5500台以上 美国和加拿大也受害不浅 这让俄罗斯总统普丁大为光火 两度召开了紧急会议 斥责美国是罪魁祸首 为什么受灾规模会如此庞大 以及到底是谁放出了那座病毒 这两大问题各方专家都认为有集中意义 简单而言 WannaCry是一种热索软体 而WannaCry的破坏性在于 它是透过电脑蠕虫 一种能自我复制的毁灭性电脑城市来发动 电脑蠕虫向来是最具毁灭性 最恶名昭彰的攻击 包括2008年的Compheaker 造成90亿美元损失 2000年造成150亿美元损失的I love you 专家表示这款病毒无需机主进行任何操作 局域网内只要任何一台电脑受到攻击 短时间内就会自动感染 整个局域网内的所有电脑 用户的大量数据和文件都会被锁定 无法打开 一旦该局域网内的某台电脑 接入了另一个局域网 又会迅速攻陷下一个局域网 蝴蝶效应于是从此而来 不过这次WannaCry的最大特点在于 在探究谁是最贵祸首的讨论中 出现一个有趣的新目标 就是美国政府 由于这次遭受攻击的 多是微软Windows 7或Windows XP系统 释发后 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史密斯 特别在微软部落格上 解释漏洞从何而来时透露 早在2001年之后 美国公安局NSA 其实就发现了微软系统中的漏洞 但是NSA没有告知微软 相反的美国NSA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 开发了名为永恒之蓝的 漏洞利用程式 接此称为侵入敌方 微软系统的网工武器 不料 美国的网工武器 却在去年8月 遭一个名为 Shadow Broker的 骇客组织偷走 2017年4月 Shadow Broker随后对外公布了 永恒之蓝的部分程式码 结果 让它变成 在网路上自行传播的病毒 其中之一 就是这回 泛滥成灾的 勒索病毒 WannaCry 事发后 电脑防毒公司 自三门铁克和卡巴斯基发现 WannaCry的部分编码 也鉴于北韩骇客组织 所用的程式 于是WannaCry背后 迎武者是来自北韩的说法 又甚嚣成伤 但话接日报调查后 对指向北韩的说法 感到怀疑 认为WannaCry的代码 并无完全加密 很容易被识破而失效 而且最后只收到 约7万美元的赎金 认为这是一种 非常低劣的商业模式 知名科技产业作家 Ben Thompson也认为 WannaCry事件 其实是错误的商业模式 配置下 造成的系统性崩盘 背后 一是想把市场做大 权限和漏洞 也就跟着放宽的微软 二是发现漏洞不报 投入大批金额研究 反而弱化安全的NSA 三是 不舍得付费升级 只想一次性付费的用户 一连串的恶性模式 终于让骇客有机可乘 并让后续潜伏期更久 更让用户难以察觉的 永恒之言等各式新病毒 继续有机会威胁横行 回到川普 他所面临的政治风暴 通俄门 这个事情对美国最深的一项影响是 美国从去年川普当选之后 华尔街就有庆祝的行情 一直到他就职为止 那么到这一次 他开服除FBI的局长 Comey 整个市场才开始翻转 而从这个时刻开始 川普刚好是当选100天 那也是他和国会的关系 开始面临好几个法案 都要一一通过 过去市场上涨 是看好他会带动美国的经济 虽然可能对于他 在国际事务里头的不嫌熟 对于他很多事情不经考虑 随便说话 这些事情市场早就有心理准备 但是他们认为 经济在基本面上会变好 而且他的减税措施 还有Buy America Hire America这些措施 很可能都会使美国的经济 更加的好 但目前因为他的 通俄盟的政治风暴 这个情况正在改变当中 围绕着整个白宫团队的 所有的这些争议 阻碍了整体美国 最新政府的施政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法案 虽然现在的财政部部长 努秦他出声高盛 而且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 但是他想提出来的 8月的岁改或者是9月的岁改 都是要经过国会 现在本来就已经争议不断的预算 也通通都卡在国会里面 所以人们的看法是 白宫一天比一天乱 甚至担心川普的心智 是否足以担当美国总统之位 这是德国民进周刊对他的揶揄 即使不要这么言语 从很现实的政治角度来看的话 很多法案恐怕在国会里头 各方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共和党的参众议员 他们可以不要听川普的 所以对于本来他的税改 就有意见的 他们可以添加条款 根本在立场上 跟他不同的会更加的反对 我们特别来播放一下 Bernanke前任的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接受访问的时刻 他也反对川普的税改 为力拼川普百智政机 美国财政部长努秦 在公布美国史胜最大规模 减税措施后的这一番自信发言 如今被人打上了问号 以卸任三年的前连准会主席 波南克近来为宣传新书 成为电视专访常客 在他看来 尽管大规模调降 个人及企业税负 能鼓励加户消费 及刺激企业投资意愿 但要让美国经济成长率 稳定维持在3% 甚至是川普竞选时 喊出的4% 还要靠美国劳动力和生产力 做出重大贡献才行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 美国经济成长率上一次稳定维持在4%左右 是在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初期 当时能搅出这么亮眼的成绩单 全来美国劳动力和生产力皆处于历史高点 柏南克提醒川普政府 想达到动辄3%或4%的经济成长率高标 就必须正视美国经济近10年来 面临的两大问题 劳动力老化及生产力为米 因此他认为新政府与其一股脑想刺激需求 倒不如把心力放在创造供给上头 尤其是回復下跌 高温达的领域不是很强 未来的生产力 未来的产力 而有任何问题 这可能会帮助解为 为什么特朗普选择 允愿性 与负责业 %小的消费 下跌并职业 业务联系 所以我们想做 是试围改变的支付 的社会 让它增长 更加高 更加能力 伯南科認為 美國當前許多基礎建設 都已不堪使用 一旦大量翻新老舊的交通建設 再提高生產率和經濟上頭 其實可一箭雙雕 我們有兩種原因 一是我們的群體不再增長 所以工作人員不會增長很快 所以人員工作人員不會增長很快 每個工作人員都會增長很快 也會增長很快 因此在伯南科看來 興建大型公共建設 才能真正帶動總體需求擴張 以收經濟成長之效 且此類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 最後才有辦法 如川普政府所言 為自己買單 大方公共建設 安福基公司 遺甘肯 goes 跟國基民集放 和官司我們 是可打算 减碎这件事情上 值得注意的是 刚才我在前面 文钱世界周报里头的 最后告诉各位 美国交出了六年来 最好的企业的数据 所以一般的看法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美国联主会 很可能会宣布升息 这也是美元指数 最后在周五的时候 上升0.31% 没有受到川普政治风暴的影响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文钱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感谢观看